统医师总教练黄甘霖资料照记者黄志元社 记者国艺杰台北报道 统医师14日在台南开训 今天宣布带总教练黄甘霖处正式升任总载 不过他说一样了 不管是总教练或带总教练都是一样的做法 要怎样带出更好的成绩 然后大家在一起和乐和谐 这比较重要 继续加油 黄甘霖前年11月底接仗兵符 担任带总教练首个球技就领军打竞技后赛 今年挑战更严峻 这总表示人造步骤走改进去年缺失 尤其球员跑累方面必须加强 希望更有企图心判断力更准确 压迫对手手背和投手 让对方知道不是那么好解决 代理教头一年多才斟除 黄甘霖说 不管带总教练或总教练对他而言都没关系 职位不一样 但作风一样 只想帮助这支球队和球员达到目标 这是最大的方向 这些日子带兵下来 这总也看到选手成长 他说去年大家有共同方向 也做好个人本分 虽未达到目标 但展现很强烈的赢球企图心努力相反败为胜 往后也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黄甘霖说年轻人本来就要有活力 今年一样希望大家快乐 打球到球场就暴涨想突破自我的心态 也要把速度拿出来压迫对方 仍是今年要努力的方向 这种去年屡次暴病带兵 也应身体为样暴瘦约9公斤 他下说我算是没办法休息太久 病就来了劳碌命吧 可能忙一整年之后放假 身体给了警告会注意一下